目前游戏内贝六呼已经返场 这是一个极为罕见能够在段位赛胜率第一名 长住很久的点券A人 我记得当初恶灵之影飞断也拿得过一个月的段赛胜率第一 但后面很快就削弱了 现如今贝六呼能够保持到现在 我觉得可能还是他的强度不如颠覆 使其他恶灵之影飞断离谱 对于这个人的购买建议 我的看法是分为几种情况 手里没有人者可以用的新手 想要刻金获取一个简单强力的人者 贝六呼确实算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虽然他的上限在点券A人里面不算顶尖 但在新手阶段完全够用了 但如果你手里有一些强度还不错的人者 贝六呼其实没有太大的必要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者只是在中低段位比较吃香 高分段有太多比他更强的人者可以用 这也就导致一些玩家会觉得贝六呼离谱 早就该削弱 还有一部玩家会觉得这个贝六呼并不算特别强 只是强度还可以的点券A人 至于贝六呼未来是否会被削弱 这个完全看策划的想法 毕竟之前胜率并不高的面麻和元气夏日卡卡锡都削弱过 贝六呼有这么高的胜率 还真猜不透算法会怎么想 那么再来看一下这个贝六呼的实战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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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